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会用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则历史故事和一部影剧作品 但也了解历史上发展还是重要的事件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历史小白大西 嗨 我是大西 听说大西平常就很喜欢看日本电影 对啊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历史主题跟电影呢 都是跟日本有关哦 真的哦 是的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电影呢 是在今年上映的燃烧的剑这部片 这部片呢我不知道大西有没有看过 我有听过 我没有看 你有听过 那你有印象说这部片它在讲什么吗 完全没有 完全 但你知道这部片的演员是谁吧 不记得了 钢田准一啊 哦 花指 他是不是默默的上了院线一下就不见 我忘记了 对 我记得是 对 因为这部片其实我在它上映之前呢 我一直都关注它很久这样子 然后终于台湾有代理啊 然后也知道说这个排定的一个档期 然后因为呢 当时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看试片嘛 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 嗯 这部片绝对在台湾不会卖 哪吼 绝对不会卖 真的不卖吗 我觉得真的不卖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讲的那个日本的历史的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觉得一般的台湾的观众可能会吃不消 你说连你都觉得复杂吗 我觉得会 然后但是因为我大概基本的脉络啦 或是一些比较大的事件会懂啦 所以我来看的当下呢 其实就是大概了解个七八成这样子 可是那三成啊 就是因为它的字幕啊 或是它的对白真的是很快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一跳就这样跳过去了 详细的一些东西呢 可能就是还要再回来查这样子 但不管怎么样呢 《燃烧的剑》这部电影呢 它主要的主角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钢田准一哦 他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呢 叫做土方穗三 他是新选组里面的所谓的副长这样 那新选组呢 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比如说银魂啦 或是木末时期的 以这个时代为背景的影视作品的话 其实多多少都一定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组织 这组织呢 虽然名为新选组啊 但是呢 它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个旧的势力 所以《燃烧的剑》这部片子啊 它主要就是以土方穗三的视角 来看木府末年 然后进入到明治维新 这一段日本非常混乱的历史啦 所以你知道这个当时就是 你要记得人民很多 组织很多 事件也很多 然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来 就日本他们在面临到一个时代的转换 一个期间呢 这个有很多的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立场 他们这些冲突啊 在国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大致上啦 《燃烧的剑》都是以 这个人的视角 然后来看这整齐历史的演进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事情呢 是在1864年的7月8号的晚上 所发生的池田屋事件 嗯 可是我们今天是7月9号 所以诶 有些人就会好奇 那说为什么我到今天才介绍这一件事情呢 很大原因是因为呢 它其实当时是跨了一个晚上 到隔天凌晨的一件事情 那池田屋事件这件事情 我们在介绍之前呢 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有关这段时间的历史背景 就是说呢 我刚刚有提到那个慕府 慕府 我先问一下大西 你知道慕府是什么东西吗 你说英文的慕府 不是那个慕府 我一个慕府的啊 不是 你一个慕府 不是啦 江户慕府啊 德川慕府啊 这个应该 你在看日剧啊 或是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 应该都会知道的一个名词吧 会知道 但它就是个名词 好 那我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说呢 日本这个国家呢 我们知道说 它的这个最高地位的那个人 那个统治者 叫做天皇 嗯 那天皇呢 其实跟我们一般认知的 什么什么国家的国王啦 或是什么什么的皇帝啊 其实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啊 天皇 为什么叫天皇 是因为呢 他是神 他不是人啊 你懂意思吗 他不是人吗 他就是神 他是神选之人啊 就是神上面派下来的 就是来统治我们这个人类的一个人物 这样子 好 所以他其实是被神格化的 嗯 所以天皇他如果要直接管理人的话 他中间要有个仲介 所以其实天皇呢 他不管事情 他就是把这个管理的权力下放到 所谓的幕府大将军身上 嗯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幕府 哦 所以我们以前听到的什么啊 知田信长啦 封城秀吉啦 嗯 德川家纲啊 或是那种什么战国时期的 很多很多那样子 一个什么大大小小的战役啊 那实际上其实就是 日本国内的一些地方势力 他们在打群架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就是帮派势力互相打群架 嗯 他们真的一个是什么东西 他们绝对都是只会 真幕府这个头衔 嗯 而不会去真说我要当天皇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跟什么 中国的朝代啊 我今天啊 这个地方战乱啊 饥荒啊 民不聊生啊 我们要群起反抗 要反抗是什么呢 我叫当皇帝 其实我觉得那个不太一样 嗯 所以日本他们就是天下大乱啊 局势混乱啊 下半上啊 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动摇到 天皇的地位 他们就只会去争这个 所谓的幕府 所以其实天皇就看他们吵架就好了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 好哦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以前的日本天皇哦 他们就是在做一些 就是不管人间的事情 你们统一说好一个词 再跟我讲就好了 嗯 我不会去管你们 但是到了幕府末年 也就是德川幕府的 后期的时候呢 日本面临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所谓的 黑船来袭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发生在1854年的时候呢 美国的一个海军准将叫做培里 他就开了好几艘船啊 就因为船都是黑黑的 所以叫黑船 就直接开到了江户湾 也就是现在的东京湾里面 嗯 就迫使就是说 你们日本给我停止锁国 我要跟你们做生意 嗯 你们就开始就是跟我们美国打交道就对了 所以才迫使当时的德川幕府啊 准备就是说 那我们要跟外国人打交道了 那当时这个黑船来袭的时候呢 日本就被美国胁迫 就在双方再隔一年啊 签订了一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啦 所以当时的幕府就被迫要 开放很多个港口去跟美国通商 这两个港口呢 分别就是夏田跟湘管啊 那湘管是哪里的 就是韩管 也就是现在北海道的那一个地方这样子 所以就是有两个大的港口 就是要跟美国通商 那这件事情对日本近代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捩点 这个时候呢日本他们内部就分成两派 一派就是所谓的 我们要尊王攘一样 就是说我们不要跟这些外国人打交道 所谓的尊王攘一派 那另外一派呢就是说 好我们要开放我们要改革 就是所谓的改革派 所以当时呢就是有出现 两种不同的声音就对了 那所谓支持尊王攘一派呢 也就是所谓以天皇为实质的权力中心 所以也被称作是所谓的永皇派 就是说我来保护这个天皇的权力地位 那尊王攘一派的运动中心呢 其实就是以日本本州最西边的长洲藩为主 所以一般来说啊就是长洲藩 我们听到长洲藩长洲藩 就知道说那其实是在幕末的时候了 尊王攘一运动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 提到长洲藩啊这个就不得不提到 你看日本的历史上面一定都会提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都是来自长洲藩的 比如说贵小五郎 他跟毛利小五郎有什么关系吗 不是毛利小五郎 贵小五郎啊 你才看那个银魂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贵先生 然后高山静坐啊这几个人 然后其实就是有很多这种乡士啊商人啊 去加入这种所谓的导墓的行列 也就是说呢 我们希望呢未来日本的权力呢是以天皇为权力中心 我们就不要幕府啦 因为幕府你就是很废啊 你看那个美国就开了一艘船过来之后 你就跟人家打交道了 就废到爆啊 我也不想要你这个组织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干脆日本全部就是听天皇的话就好了 我们就不要再有一个什么幕府啊 所以这个时候幕府的权力地位就已经受到动摇了嘛 所以当时的国内呢就出现很多动乱了 那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到了1863年 也就是黑船事件过后快要十年的时候呢 幕府呢就跟一些所谓的公武合体派一些人士哦 好说到这里呢 那个大西的脸色一皱啊 我已经快要睡着了 这所谓的公武合体派就是支持政府改革啦 也就是说呢 其实像英国后来不管是国王还是女王啊 他们已经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度的国家了嘛 就说国王啊女王啊这些君主啊 他们是虚位的君主 就说实际上在管理国家的就是底下的隔魁嘛 就像我们现在的行政院长那种感觉 那意思就是说呢 哎那我幕府我不希望我灭亡嘛 所以当然就是会希望说 哎那我能不能转换成另外一个角色 来帮这个国家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有分成两派了 就是幕府就是他当然就是永自己派 就是幕府派 或者是所谓的公武合体派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 以天皇为中心就是所谓的尊皇朗一派 所以就是当时就是分成这两派在互相竞争这样 那我刚刚有讲到1863年就是黑船来袭之后的十年内 他们就发动了一个所谓的8月28日政变 就是说京都境内的公武合体派跟中皇朗一派的 他们就因为互相支持各自的立场 所以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隔一年呢长州藩的军队就强行进入了这个京都里面 就跟幕府军发生激战 就是史称所谓的禁门之变 那最后这个禁门之变呢是长州藩失败了 他们尊皇朗一的这个运动呢就开始转为地下化 然后就是开始秘密想要再去做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下一步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禁门之变之后呢也导致了 就是说尊皇朗一派我们要支持所谓的倒幕 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幕府倒掉了 所谓的倒幕派 所以就是有这个倒幕派这样子出现这样子 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幕府这一方呢 他们赢了这一个所谓的政变嘛 那接下来呢他们就会想要加强所谓的 在京都里面的治安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所谓的新玄祖的诞生 因为新玄祖的这一群人呢 他们的前身实际上是 靖藤勇、秦哲鸦这两个人 他们所组织了京中让氏祖 或是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任氏让氏祖 就是一群让氏他们所组织起来的一个 像是武装势力 我觉得有点像是帮派组织 就是说他们在京都里面呢 是负责所谓的治安 因为当时的这个公权力不张啦 所以警察势力是有一点点视为的 所以他们就需要依靠这样子的一个帮派组织 然后来维持当地的治安 其实这个也是 为什么后来 像是一些日本的地方 他们都会有这种黑道势力 所以是这样的崛起 就是有点像是角头那种感觉 就是说我有地方的人士 他们为了要去维护这边的治安 所以我就组织了这样子一个团队这样子 所以金钟让氏祖呢就这样诞生了 那这个诞生的时候呢正好就是在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个8月28日政变的那一年 然后在政变发生之后呢 因为这个让氏祖呢 他被认定是对幕府有功劳 所以这个幕府呢就赐名给他 就说你们叫做新玄祖 所以新玄祖就这样诞生了 所以其实新玄祖美其名是新啊 但是实际上他其实就是旧的时代的一个产物 就说我是站在帮助幕府这一派的这一方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在燃烧的界里面呢 土方穗山这个人物喔 他算是新玄祖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喔 靖腾勇他虽然是所谓的局长 但是局长呢就是一个领袖人物的概念 可是实际上呢打理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制定旁规 制定这个加入组织的一些规定 就是说你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或是你加入之后呢 你要按照我们这边的一个所谓的规矩来做事 这些东西全部的都是土方穗山去打理一切 在新玄祖成立之后呢 其实靖腾勇他的权力呢 就慢慢慢慢的扩大 所以呢新玄祖后来呢 也变成是靖腾勇跟土方穗山 这两个人主导的一个组织了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呢 在1864年的7月8号晚上所发生的池田路事件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 8月28日政变的隔一年 也就是说新玄祖已经被刺民之后的隔一年的事情 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靖门事变 也就是长洲藩跟幕府两方军队打仗的那一个 大的事情的同一年的前夕 也就是说呢 长洲藩在跟幕府打一场大的价之前 池田屋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大致上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新玄祖呢 聚集的范围呢 就不外乎是京都热闹的一些闹区市政就对了 那这些市政呢 不外乎就是一些旅馆啊商家啦 就是在这些巷弄之间呢 他们有这些眼线就对了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有一天呢 无意之中呢 就得知了一个情报是说呢 这些尊黄壤仪派的长洲藩人士呢 他会在一个叫做池田屋的旅馆之中开会 那时间呢 就会定在7月8号的晚上 所以新玄祖呢 他们在这个时间呢 就派了很多的人到这个地方 所谓的取缔 那美其名是取缔呢 实际上呢 就是要去袭击啊 就是把这些人全部杀了 然后就让这个尊黄壤仪派 势力就会削弱了嘛 所以事件发生了当天晚上呢 新玄祖他们就兵分两路 一部分呢 是由靖藤勇带队的10个人 就直接冲到池田屋里面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由土方穗山所带队的24个人 他们就前往了另外一个情报来源 就是在一个叫做八板神社附近一带去做搜索 那当然呢 我们可想合之就是说 靖藤勇的这个10个人呢 就直接先在池田屋 跟这些开会的重放囊一盼人士 就是他真的冲突这样子 当下呢 他就直接冲到这个池田屋里面 跟40几个中华兰一派人士 就展开了激战这样子 开始用这个刀剑在火瓶就对了 那过了不久之后呢 这个土方穗山他所带队的24个人呢 再加入到这个池田屋之内 所以就大概就知道说 其实当天晚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 那这件事情呢 到了隔一天早上啊 新玄祖才浩浩荡荡的从池田屋离开 回到总部 据说当时有很多的民众在清晨的时候呢 就看到满身是伤痕 或是满身是邪的这些新玄祖的成员 就在这个大街上面走路这样子 这件事情呢 才让新玄祖名声大噪 然后中皇狼一派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失去了很多这种重要的人物 长州藩呢 也在之后呢 就发动了所谓的禁门之变 这个就是为什么 池田屋事件会对日本近代史 这么重要的也很大原因 那当然《燃烧的剑》这部片呢 它是以土方穗山的视角 来看它整个一生的过程嘛 所以其实池田屋事件 在这部片里面 有被忠实的还原出来 可是呢 这部片它超过两个小时的片场 所以呢 池田屋事件只是其中一部分 它当然后面就会描述说 它池田屋事件之后呢 土方穗山它跟靖腾勇 还有新玄祖的这些成员们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燃烧的剑》这部片子 它在后续有描述到的一些故事 那我不得不说啊 就是《燃烧的剑》这部片 我看完之后 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啊 因为毕竟如果你真的有 很喜欢日本历史 尤其是日本近代史的话 这段历史啊 有很多知名的人物 就这样雨后春春的冒出来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呢 在木末时期 这些人物 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的立场 可是他们的下场 其实都是带有非常悲剧色彩 这种凄美感 我自己这样觉得 所以我觉得《燃烧的剑》这部片呢 它除了是某种时代意义之外呢 我觉得这些演员们 他们去诠释这些人物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需要 摄取很大量的历史资料 他们才可以演好这个角色 那我自己是觉得 《钢田准一》啊 它真的是细精啊 然后再加上说 其实这部片《燃烧的剑》 它的导演叫做《原田真人》 它之前呢 有拍过另外两部 也是跟日本历史非常相关的 重要作品 包括了《冠犬之战》 还有《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关原之战》里面呢 《光田准一》就有演嘛 他就是演十天三成这个角色 就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武将这样子 那不管是《燃烧的剑》 还是《关原之战》 还是《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可以号称是 所谓《原田真人导演》 建构的这个日本历史三部曲啊 因为这三件事情 其实都是发生在日本 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捩点啊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关原之战》 它其实就是奠定了后来 200年快300年的 德川幕府的这个时期嘛 那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它其实是在描述 日本在二战结束的最后一天 隔一天啊 就是天皇他要发表 所谓的战败投降的那个宣言 无条件投降的那个宣言 然后前一天呢 日本他们官方内部 就发生了一个小政变 所以它叫做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那燃烧的剑呢 它其实就是描述了新选族的故事 然后它也描述了 新选族这个核心人物 土方碎山 它从如何组建这个组织 到最后面这个组织瓦解 它最后呢在相关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北海道那个地方 最后战死这样 它的整个那一生 就代表这个日本在这个转换时期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 还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所以啦我们今天所提到这个磁田雾事件呢 相信呢大家如果有对日本 近代史非常熟悉的话 然后这个事件算是新选族 他们一战成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故事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 所以今天这样听完之后呢 大西你如果是一分 嗯好无聊 这个电影我也觉得好无聊 那如果是五分的话是 哎听起来还蛮有趣的电影好像还不错 那你会给几分呢 两分 两分 天啊为什么我讲了那么多 就是讲太多了会想睡觉 真假的 哎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就是说这个历史的转变的一个过程 这个哇天啊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在那个时代 如果我是在那个时代的话 我会见证到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因为我是历史小白 我对这事情没什么兴趣 然后听完之后会觉得哇这好复杂 我好像要知道很多事情 我就会直接放弃了解他 OK 对我觉得看了脑袋会打结 哈所以我应该会随时在电影院里面吧 所以就算是电影里面有钢田准衣 你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还好啊 钢田准衣我还好 现在是想要用卡斯来诱惑我吗 因为卡斯真的很强 你看哦还才奇性啊 才奇性我也还好 啊真假的 然后林木亮平 嗯他谁 三田良界 嗯好 伊藤英明 好啦他们都是很厉害的演员 只是 只是那个 这题材就不是我的菜啦 啊真假的 因为听起来他就是一个非常 很忠于历史的感觉 所以他会少了娱乐性 对我这种历史小白而言 看了就是会 睡去 哦 我会觉得你不如把它拍成可能 就是那种特别片的日剧啊 四五集这样子 可能 可能会比较有耐心看它 但如果要把我关在电影院里面 把它看完 我可能会很想死 蛤 对啊 我说对历史小白而言 可是如果就像你说的啊 如果我今天是 如果我今天是对日本近代史 或对日本历史很有兴趣的人看 我相信他应该会给到五分啊 搞不好给十分也不一定 那既然我们今天就提到了很多 有关于新玄族的故事啊 那新玄族这三个字 你在过去对他的印象 卡通 哦就卡通 对我以前在卡通有看到新玄族 但我忘记哪一个卡通 我只记得那卡通很搞笑 就银魂吧 不是 不是银魂 我忘记是什么 我真的忘了 但就是一些很智障的卡通 有提到新玄族 然后把他们搞得很 很像喜剧演员 OK 对 那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新玄族的故事 你应该有多一层认识了吧 有多一层认识 我一直以为新玄族是什么 很有趣的组织 结果这样听起来就觉得 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对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是 新玄族他是带有一种 悲壮色彩的一个历史组织啊 哦 因为他的诞生 是为了要维护一个旧的势力 可是他的结束 他是因为这个旧的势力 削减之后呢 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新的时代啊 就是继续这样子下去 听起来很像玩过的老头 硬要生存 我觉得好啦 你要说顽固也好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点点 忠于那个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那种忠啊 精忠啊 那种精神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 他们最后面是为了这个理想而死啊 所以就是带颜那种稀美色彩啊 就很多人看那个日本的武士故事啊 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他的那个君主死掉 他要跟着切父 或是他背叛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切父 为什么那么不爱及自己的生命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忠啊 忠诚啊 永远忠诚那种感觉这样 所以我觉得新玄族的故事啊 被后续很多的日本的影子作品改编啊 甚至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影魂啊 或是你刚刚所提到那种卡通啊 去搞笑啊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我觉得他们是生在一个不合适 他们存在的一个年代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生不逢死那种感慨 我觉得在新玄族身上 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一个影子这样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历史故事 池田雾事件 还有我们所推荐的电影《燃烧的剑》 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你们能看过这部电影呢 都欢迎在留言区上留言 或在首播的时候来跟我们做互动哦 当然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声音的话 也别忘了按赞 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丝传 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IG以及各大的声音平台 也别忘了在Apple Podcast 和Spotify上留下五星好评 并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 推荐和分享我们的节目 让更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H&M36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Bye